2月22日也是昨天 新加坡暴增25000例新闻 对于普通居民的我来说 照样和平时一样 是出来买菜 或者是打包饭菜 一家吃 这一间是家附近新开的一家食隔 虽然店面不是很大 吃的东西很像不是很多 但是还是想来试一下 对于一个贪吃的我来说 只要是正负民主 现在可以出来吃东西 我就绝对不会放过 每一道美食的啦 对比了一下 还是选择这一家有油条 然后再点一个 没有吃过的马来鲁面 打包一个马来鲁面 然后再加一根油条 多少钱 五块块 谢谢 好 谢谢 马来鲁面 确实没有吃过 我因为我看着里面有鸡蛋 我的蛋蛋没出来了 我们可以逛着景吃着面 鸡面感觉蛮特别的 还是咖喱的味道 我喜欢的味道 这个柠檬 你可以吃起来 每天要保证吃一个鸡蛋 这是我的想法 这是豆腐 豆腐泡的那种 其实看着还是蛮有食欲的 我也是第一次吃 新加坡有好多美食 都是从马来西亚那边传过来的 看着也不错吧 这柠檬蛮结实的 不要挺重 3块5毛钱的马来鲁面 叫马来鲁面 一点点辣椒 很大一个美风 很漂亮 哇好奇怪的 这些人喝久了也习惯了 偶尔太喜欢做饭的时候就出了打个包 所以要选择简单吃一点东西就可以了 真的感觉今年啊 万年以后一点不受异形的这个暴征的这个影响 吃东西也不影响 那你说能怎么办呢 那你是不是东西还不出去买东西啊 那就是用尽量控制什么戴口罩啊 还是注意一点安全 吃饭吃饱了 吃饱了回家吧 吃饱了回家 吃饱了回家